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中式九德国小推动食农教育,小朋友因自己耕种,了解到农人的辛苦,并且学习煮菜前需要的洗菜等前置作业,学校更教导小朋友要稀若助贫,今天在学校大门贩售自己所种的蔬菜,二百把青菜,二十分钟就卖光光,小朋友相当兴奋,所得四千元, 全数捐给台湾世界展望会九德国小从一百零五年便开始展开食农教育,将学校空出的土地,经过整地后,开放让小朋友耕种,一旦收成,则由小朋友进行收成,将自己种出来的青菜,交给厨房阿姨,作为营养午餐菜肴 九德国小透过小朋友自己种菜,了解农府种菜的辛苦,也安排学生在收成蔬菜后,要自己进行青菜的整理及清洗,再交给厨房阿姨烹煮, 由于九德国小推动食农教育迈入第三年,除了教孩子学习自己自主的公耕生活,习物,爱物,更要让孩子懂得连老续贫,因此学校今天安排小朋友将自己所种的大陆妹等青菜,在学校大门贩售,市员无穷华得之后,便号召社区妈妈一起来购买, 每120元,不到20分钟,200把青菜,被社区妈妈一扫而空,有一位来买的林妈妈就表示,这是孩子自己种的,不但有爱心,而且没有撒农药,非常卫生安全,因此特意大早来买,市员无穷华表示, 由于小朋友所种的青菜,非常安全,今天吸引很多社区妈妈来购买,小朋友从源头开始学习,非常难得,九德国小营养食科招宇表示,九德的食农教育已进入第三年,今年首次安排小朋友卖自己所种的菜,让小朋友除了习物爱物,也学习做爱心,今天约卖了4000元, 将全数捐给台湾世界展望会